为鼓励长者走出户外 林口社区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的老人共餐活动 希望大家能互相联谊 里长表示这项活动将会持续了 来办理让更多老人家受惠 为鼓励长辈走出户外 湖南社区的老人共餐运动 每个月举办一次 在这餐点都是由社区各自筹措和地方人士乐圈而来 皆由共餐与邻居好友闲话家常 这项活动制开办一年多来不曾间断 就是希望能够让长者们齐聚一趟开开心心的一起吃饭 共餐应该我们是到为一百空一年十二就开始做 那时候因为政府就在推动老人共餐 为那个时候做 最初生就是为我先带动就做 我先做好大家吃 后面不管你们三个人也好 单独一个人也好 我们两个三个都都好 就是由谁来付责 由每一个人没有人来付责 共餐运动能够让老人家聚在一起相互关怀 慰藉勉励 五行中人会变得更健康更乐观 李章表示将会持续推动 引法族共餐运动 让里内更多的老人受惠 我们这里黑南乘区配合政府来中卫 这个拿口 盘出区只要老人都可以叫多回来 以前是一个月来倒顶两遍 现在说 他说这样子也比较好 这时间比较有用 一个月一遍 大家来这开港 就是为这盘处的人 可以再救到 方便的人就多回来这 大家这样聚会 大家开港 整个在联络感情 随着老人共餐运动的持续推动 每个月一次的共餐 已经成为湖南社区 长者们所期待的活动 透过这类活动增进 引法族们身心的健康 也奠定了社会安定的力量 永迦勒记者林口采访报导